采工的困难 就是没有工人可以帮我们采 就是很优异啊 到底重不重 那后来就是刚刚有讲过 有空地 那我也想是说 那就好玩的吧 如果是没有人说 我就是做果酱还有烘干 这样子 但是我一困扰的就是 没有工人帮我们采收 那还是要自己来 然后就等工人有空的时候 我们再去采收 现在我就碰到了 这一季我就自己去亲身体会到 就碰到了 就没有人采收 有采收但是没有人收购 这个就是热神花果荣的痛苦 其实是因为 在一个机缘巧合 买下了一个茶叶工厂 茶厂买了之后 就变成是社区的邻居 就开始有蛮多的互动 晚上会大家一起泡茶聊天 那他们吃饭也会叫我过去吃饭 那慢慢了解了解 其实了久了他们才会把他们内心 很多所谓的委屈或者无奈 慢慢才会讲出来 那你就理解到说原来做农的人有这么多的无奈 我称之为叫做习惯性的无奈 他已经几乎不讲 因为他认为那个叫理所当然 但站在我是在台北重商的人 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作业 所以只好我从台北的资源慢慢慢慢去请教 然后把资源引下来 让他们可以做二次加工 每一年都会有一些熟果的出现 不会是拿来硬是要吃 你大概能吃多少是非常有限的 那为什么做冰棒 就是觉得它冰起来可以放很久 这是我一个很笨的想法 因为其他的食品业我大概都不懂 因为我自己是做塑胶色厨 我对食品是不了解 但我只知道东西不要让它坏掉 然后我们都可以协助处理 然后可以保存 再加上可以做市场运送销售 它就达成一个比较好的良性循环 困难的点比较多的是人工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采收季大概就是两个礼拜左右 要把它完成 所以多的就会开始烂掉或干掉 就把它剪掉放在田里面 就没办法带回我们加工 一开始觉得还蛮好玩 但是经过一年以后就开始翻脸了 因为不知道那个麻烦度是超乎想象 你做的是新鲜水果制成的产品 新鲜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困难 你水果收进来还没有熟是不能处理的 熟了之后要马上处理 所以一直都是在跟时间拉扯 这个都是我们一直在面对的成本 看不见的压力 其实我是先看到果农的问题 提供更稳定的就业机会 这边的人几乎都是打零工 打很多种零工 那如果你可以提供更多稳定的工作 对那些妈妈其实她很开心 因为我们工厂做法是这样 就是我们一天的产能固定 他们如果提早做好就下班 所以他们都很认真就提早把它做完 然后回去可以接小孩 然后可以做晚餐 其实大家都很开心 我没有限定你一定五点才能下班 所以他们经常越来越认真 越来越努力 其实三点半就下班了 其实最重要的困难是在于 他的手果没有办法进到市场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全台湾都是一样的问题 我觉得各个水果都是 但是那些都是隐藏问题 都没有被拿到台面上来讨论 因为他就是大概占比 大概在3% 那3%都是钱 最终就是拿去分享或者丢掉 这就是你在看到他们的问题 最重要的麻烦是在这一点 但是他卖给我的东西 他其实到后来越来越多是 连那个要送市场的都拿来卖给我 因为钱一样 一样的价钱 而且我给现金 而且他不用包装 他整个用车子运过来就好了 所以我有时候压力也蛮大的 就是他连那些都会希望我帮他收 但我只要能力所及我尽量 所以他们的困难 我看到的最多就是在手果处理这一块 你不可能再依靠经销上 所以前两年确实走得非常 非常气雷 挫折 但是老天爷还是帮忙 我说其实一路下来老天爷帮了很多忙 在第二年快要结束之前 有一个单位叫祖父联盟 他找我们 说他想要跟我们买兵 但是他要先防场 他当然希望你要真实呈现 不是你准备给他看 下来确实我们有蛮多小缺失 就是对于卫生条件的经验不足 那他就给你很多的建议 你应该怎么处理 处理完之后 他再来一次看 其实都还OK了 那就开始下单 他下第一张订单 我们就做不出来了 就做不出来 我们那时候产能很好玩 我们产能一天才一千多只 他第一张订单就下了四五万只 我们大概就腿软就快完蛋了 但是你看到一线希望 所以那时候才有一个信心 觉得可以继续走下去 不然其实在第二年 我已经跟我太太也讲了一个 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个结算点 假设第二年还没有办法 达到损一平衡 我们就结束了 就代表没有你的空间 那你又不愿意偷工减料 那你又没有通路愿意接受你 那就代表你没有舞台 我觉得就不勉强 那我还输得起 所以那时候有一个跟太太蛮多的 这种所谓的矛盾上的讨论 好在就是竹屋联盟出现以后 得到一个转机 开始做前一两年 我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你到底在搞什么 你怎么跑去卖冰棒 我说其实我有难言之隐 也就是说跟这些邻居这么熟 然后答应要帮他们能够处理到可以生产 这是我心里的承诺 但利益就台北人的朋友看我 都觉得你好像在做傻事 所以他们一次都不是很看好了 但是我说老天爷也很帮忙 都让我们渐渐的越来越被看见 后来就真的达到一个 还算不错的经营形态 所以被看不好这件事情是前几年 那我其实心里很清楚 就是大家会看不好是因为 简单讲我们台语共同拍毯 麻烦 我其实不用挡这个温水 就我来讲 每个人都知道我好吃懒做 反正都在玩 怎么会去搞到一直乒乓 弄得这么忙 但是那时候其实是因为 你跟他们似乎有一个默契跟承诺 我觉得必须要全力以赴 除非市场没有我的立处之地 我就必须要认了 但如果还有机会 我就是不断地尝试 那但是更多的挫折 其实是在我对水果这个区块的不懂 吃了很多亏 缴了很多学费 这个是所谓 另一个让我很比较大的一个挫折 对 了 对 点 对 拿 得